繼續來關心的就是這個日本大地黨 這次這個日本大地黨 我們台灣是目中四十四億的選款 不過這個觀看這麼多人 都要刷去日本 讓我們自己國內一些民間 先進的團體 今年三月分 這個目中的金鴨 公鑑的兩三聲 當季為小孩 今次看他的一種好多年明 愛心的T恤穿幾百 今年一個月可以賣三萬而已 結果今年開始賣 就賺到日本大地黨 要有總共一萬而已賣不出去 觀看甚至是比今年港肌減五百萬 就是三月份的這個捐款 我們大概今年跟去年比較 就下降了兩成 大概少了五百萬 所以我想 每一次的這種大型的災難 我想的確都會產生 這種所謂捐款排擠的效應 日本發生大地黨大海峽 還有愛心都轉到日本 直接影響到國內社會好利團體 算是今年三月分 目看比今年港肌減少兩聲到三聲 跟企業的合作 那有些企業原本可能肯定好 就是要合作 可是遇到這種重大災難 他可能就覺得說 那個可能是比較擠難是優閒的 如果一黨好在臉面 如果有些企業的立新基金火也一樣 三月份不一樣 讓兩聲 只能換一個方式 跟它沒不足 看出來現在目前掉一兩成 錢現在都是捐給日本去了 但是像這一次的CURBS 他們用食物 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真的也能夠幫到我們個案的嘛 另外包括石漢兒基金火 進捐基金火 加富基金火都一樣 每一次只要遇到大型的天災 觀察到的出現 排擠效應 稍微讓你團體好友 做一個地球村的公民 大家只要關心日本 也千萬五千萬別忘記 再來續舍續航 也叫困難的訴求 記者看著 CURBS 台北報導